分别心啊 我们是现世间都有分明 那我们要怎么样 在这个分别心里面去 观平等心 平等 很老实地说出来 好 请坐 这个 我们要了解说 分别 分别 各位提醒 有时候那个文字 分别 分别就是寥寥分明 有时候的分别 就是在分说 两边对待 有没有一样 寥寥分明的分别 跟两边对待的分别 有没有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讲说分别 我们能够 这个日光灯 分别电扇 这个叫做分别 可是这个分别叫做 寥寥分明的分别 就是要知道事情的分别 可是我们那个心态 所以说这个相干好 相干买 那个就分别心 那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漂亮这个买 这个男朋友 这个女朋友 这个年轻 那个是分别心 不一样的 跟分别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重点所在 是在心 分别心 我们的分别心 一看到有钱 我们就想攀岳 那假如说看到 那个不一样 冬天 他们打开 不知道他要来救急 那个分别 会不会很强烈 我们都会有嘛 所以就是要了解到 那个分别心 跟我们看事情的分别 是不同的 可是我们要去掉的 就是那个分别心 毕竟凡尘 一切都虚幻不实在 假的 所以不要落入 那个强烈的 那个分别心 因为我们重分别心 然后会有行为动作 那个行为动作 就是照业 业一形成了 我们就要受苦 所以要去掉 那个分别心 去掉分别心的 最好方法 就是了解真理 因为演技则生 不是叫我们拍手吗 了解说 演技则生 演善求美 那既然完成师 都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要分别 自然 那个分别的 那个强度 就会降低了 就会降低了 就会没了 不用分别 到归到最后 整个都是空 都是无 都是没有 演技则生 演技创